我想我會給回九分 因為設計師把顏色配搭得很好 好像書房一樣 他把櫃門的暗門都做得很好 不會把袋子很顯眼 顏色配搭得很好 這次介紹單位以簡約突顯書式 沒有過多花巧的設計 以實用功能為主 數碼的一室 為護主一家提供寫意的安居 客廳以簡約為主題 並沒有用過多顏色和素材 主色調以白色為主調 以淺木色為配襯 並以中式的桌椅做調和 不少人因為風水的問題 怕走廊直衝大門 設計師在走廊前面加設暗門 解決護主問題的同時 亦令一室的視覺效果更加整齊 最主要是一條龍的服務 因為好像連燈、傢俬、擺設等等 他們都會幫我們一次過選擇 幫我們配搭好 我特別喜歡一條龍這個服務 掛牆電視配合矮櫃的設計越來越常見 除了為護主提供一個實用的儲物空間之外 矮櫃的設計亦都伸延出空間感 飯廳靠場的一列組合櫃 配合玻璃和射燈 為沉實中加添一份輕盈感 同時亦可擺放小飾物 加上別置的氣氛 顏色的配搭平實而恆久 整個客廳互相呼應 來到書房的位置 設計師一轉風格 改行形格路線 結合黑鏡、玻璃、連銅、灰、黑的配搭 幾種材質造出來的大型杜頂儲物櫃 為護主的收藏品提供一個舒適的空間 而本來窗台的位置 設計師巧妙地改建成一張書台 令整個地方更加實用 另一間睡房延續了客廳簡約的淺啡色調 統一的設計散發出和諧的舒適感 另一方面 為了增加儲物空間 設計師為客戶設計出一個到頂的衣櫃 同時在床下面加設多個櫃桶 以達到護主的要求 現在流行這個簡約的設計 但如果你想簡約得來又有些東西看 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的設計師就是護主的問題 用了線條和顏色去解決問題 那間屋門、櫃都用了線條去點綴 就連牆子和窗簾都用了花紋和顏色去配襯過來 如果你喜歡內臉的這種設計就適合你了 主人房是一個散發柔和浪漫的空間 淡淡的紫色牆子印有暗花設計 巧妙地跟窗簾配襯著 靠長的衣櫃貫徹著簡約的風格 延續淡紫色的格調 低調地點綴了房間的氣氛 那我找設計情報中心 最主要都是因為有些朋友 他們自己用完都覺得很好 他們推介給我 那我自己做完之後都覺得很喜歡 如果將來有些朋友再想推介 我都會向他們推介設計情報中心